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无非就是前任与现任的同台 前任还要眼巴巴看着他们秀恩爱 这样尴尬的事情王菲还真经历过 想不到谢霆锋和王菲的感情还能坚持到现在 前段时间他们在机场再次世纪牵手 不顾镜头的抓拍 他们很自信地牵着彼此的手 还自然地和镜头打着招呼 看任劳不嫌是大的八卦记者还跑去问张博之怎么看 张博之格局很大的祝福他们 还表示对他们是真心的百分百祝福 其实张博之和谢霆锋曾经的婚姻多么让人羡慕 但现在的情况早已无法逆转 虽然谢霆锋是更先认识王菲 再认识张博之的 但他留给妻子的位置似乎只认定了张博之 在和张博之离婚后 谢霆锋也无心再婚 还记得当年谢霆锋和王菲分手后 很快就和张博之好上了 他们还上演了超级虐心的一幕 那就是王菲的亲眼观看 谢霆锋坐张博之身边唱情歌这个画面 这估计是王菲这一生很抓马的一幕 好巧 陈冠希当时也坐在了谢霆锋旁边 换成现在出现这一幕都得是挂头条新闻的 谢霆锋坐张博之身边唱情歌 前排王菲频频回头 喜欢是藏不住的 能感受到王菲眼神里那种想要逃离的无奈感 镜头也是蛮会切 就正对着王菲拍 一脸尴尬的王菲眼神都开始迷离了 他一定是非常难受的 毕竟自己深爱的前任现在和现任甜蜜互动 换作谁心里都不太好受 但也就是这一幕 感受到王菲对谢霆锋那深深的爱 我想这份爱足够坚定 才能维持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吧 相差11年的姐弟恋真的能够长久吗 虽然谢霆锋和王菲还没有开花结果 但是他们能够在十多年后的今天 带次牵起彼此的手 说明岁月还是夺不走他们对彼此的心 而张博之这边也是不耽误 在节目上张博之曾透露 自己已有新欢 有粉丝感叹 好在张博之没有等谢霆锋 有好好谈恋爱就好 张博之现在的状态依旧很不错 也有网友一男平谢霆锋和张博之 但是显然他们不太可能复合了 不过感情的事谁也说不准 现在张博之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是很辛苦 但是他很享受和孩子们相处的幸福时光 享受着被孩子需要 陪孩子做每一件他们没做过的事 张博之完全是当之无愧的好妈妈 虽然张博之三胎生父依旧是大家很好奇的迷 但只要孩子能够健康长大 生父到底是谁也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张博之和谢霆锋生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也已经悄然长大 开始变成懂事的大男孩了 我想谢霆锋一定会感谢张博之这么辛苦把孩子拉扯长大 虽然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失了父爱 但张博之教育孩子不能埋怨爸爸 把谢霆锋塑造成一个很好的形象 也让谢霆锋大受感动 不知道谢霆锋最后会不会和王妃结婚呢 大家辈子怎么看呢